大家好 我今天呢 又來看這棵 這棵巨大的 巨大的橄欖樹 我現在來到 人家這個 旁邊屋子這裡 這邊也是掉了很多橄欖 然後呢 這下面 很多這個籽 這種 橄欖樹的種子 它那個籽 你如果要種的話要泡水 泡很久 然後它會發芽 因為我也沒種過我也不知道 我是網路上看人家講的 然後今天在這邊 有請教這個旁邊 那個佛具 佛具店的這個老闆 那老闆有講說這邊 春天的時候 它會長很多這個 這個什麼 它會發芽 會很多這個小豬的 橄欖會發芽 然後只是說現在呢 因為現在這個季節 現在是天氣比較冷 所以呢 這個 樹量比較少 我剛才有找到幾株 然後呢 這邊呢 我剛才還有巨大的發現 因為我觀察這個樹的葉子 我想說 奇怪那邊也有一株啊 怎麼沒有長這個橄欖呢 結果啊 大家應該有看到 好大 那個應該是菠蘿蜜吧 菠蘿蜜 這個是菠蘿蜜 太神奇了 長那麼大 然後旁邊呢 那邊是橄欖樹 橄欖樹 沒想到這個 可以短時間內 發現兩種 兩種這種 算是水果吧 這個菠蘿蜜長這樣 這個菠蘿蜜長這樣 有看過嗎 不知道有沒有人 沒看過這個真實的 這個菠蘿蜜的樹 我記得以前呢 像在新店 新店我也曾看過 那這一次是近距離啦 看到這個菠蘿蜜 真大 這棵長很多啊 這棵樹長很多 這個菠蘿蜜 很有趣 我覺得拍這個也很有趣啦 這個大家一起來認識認識 好 那今天呢 這個菠蘿蜜 菠蘿蜜之旅啊 就到這邊啦 然後旁邊呢 旁邊這一棟建築 這棟建築是總統府的 總統府的建築 它的財產在這裡啦 沒想到在這麼遠的地方 還有總統府的財產 好 那就祝福大家 出事順利 身體健康 掰掰 在這裡 我們對大家一起去 看 店 想要不要 自己的地方 他們 有多好 シルク 入閉 了 一